早上自己喝 Good morning 等一下 我爱黑社会上课 快点加入我爱黑社会 让你们送草莓 黑人老二会带着你们一起飞 黑人遭把硬伤大牙 事过搞不好会喜欢 唐启阳预言更大咖翻车 我爱黑社会上课啦 什么都想要免费的男人 陈建州及安博盒子 现在又有盒子单爆料了 27号大牙发文指控 2012年在我爱黑社会时期 出差到香港 遭到陈建州性骚 使徒应上 除了言语性暗示 是不是很久不伤之类 也一直问他的房号 备案房间门令时 由于当时大牙正准备关系 他套上玉袍开了小缝 结果陈建州直接闯入 他一把从背后环抱 我第一时间护住胸部 死命挣扎 但是就是抵不过他人高马大的力气 黑人还说怎么样 撞吧 你又没试过 试过了搞不好你会喜欢 大家强调他很累了 没想到陈建州还说好那我们快点 没办法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最后陈建州求欢不成 一件卸妆油的理由想脱身 好不现在大家都知道范范不喜欢那件事了 我觉得陈建州周旋渝这些妹妹之间应该是非常开心吧 就不疼谁 但他会比较疼谁 让女生感觉说他比较疼谁 那件事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不过对于大牙指控 陈建州声明强力驳斥 内容全然不实 将为情律师追究法律责任 老婆范围棋也透过经纪人声援 而大牙对此立场坚定 本人陈述均为事实 问心无愧 公道自在人心 同为黑社会美美成员的昆凌 以及鬼鬼今天出席活动 解释尴尬快神 那让我们补论一题好不好 今天其实主要还是做爱心是重要的事情 而且这社会上其实还蛮多 需要被关心的事情 那你们想知道的事情 其实我不是当事人 然后我也不太方便回答 我不知道 我刚刚知道 我超震撼的 超震撼的 因为大牙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阳光正面的女生 我不知道 发生这么多事情 在以前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前提是第一时间就承认这个错误 并且负责 那后面就还有原谅她的机会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但是不要担心啦 7月1号就过去了 明年还有下一波 那我会再告诉大家 老师那我有再报的吗 肯定有啊 要报的 就趁这四天赶快报一下 好 我说不到7月1号 那 会结束吗 不是 大概爆料就会结束吧 但是事情不会结束啊 还有三年你觉得呢 是 天明白 所以 fold